大脑 但是革新的技术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推力转向发动机 近70年来 空中作战一直在稳步发展 早期阶段的重点是提高速度和机动性能 传统的空中角逐是两架飞机互相争斗 谁胜谁负常常由于双方时速相差几公里 或因偏转能力差几度 但胜负最后由火炮决定 这些火炮只有几百米的射程 从一战时的双翼战斗机 到二战时的平滑的铝制螺旋桨飞机 速度和机动性能是作战飞行员 渴望的最主要的两项技术能力 这一点在飞机设计师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他们如今对战斗机作战的机动能力 仍有相当大的兴趣 新进的革新技术如推力转向式发动机 正应用于当今战斗机 使他们获得在使用推力转向技术前 不具备的机动能力 推力转向技术多种多样 其中一种方法是在发动机排气管道口 安上桨片引导其排气气流方向 另一种是采取多轴推力转向方法 装有这种推力转向装置的飞机的主要特征 是它的轴对称式引导排气管嘴 这种排气管嘴可直接安装在飞机的发动机上 三个促动器在发动机油的液压推动下 带动引导圈使排气多向流动 其最大角度可达每秒60度 不过计算机软件操纵的飞行控制 只允许每秒不得超过45度 这种多样性使战斗机获得前所未有的机动性 推力转向技术还被用于这种先进技术示范器上 这种示范器代号为X31 它是德国和美国在90年代初联合研制的 目的是测定战斗机究竟可达到多大的机动性能 将桨片安装在发动机排气管口 然后使用先进的线导飞行控制 X31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能 推力转向技术使战斗机攻击角可拉到45度 其发动机排气管方向朝上 仍保持原有飞行平面 战斗机在保持稳定和可机动情况下 还可以在60度或更大的角度实施攻击 战斗机可通过推力转向随意机动 可以毫不费力地脱离飞行平面 推力转向技术不仅提高了战斗机的机动性 同时也使其更具隐形特征 因为通过推力转向 飞机可在控制表面不动的情况下实施机动 这样它们的转向就不会进入雷达世界 也就不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X31具有能导致其他任何飞机都失去控制 甚至坠毁的机动能力 在与海军大黄蜂的模拟作战中 X31在80%的时间内处于优势 X31展示了有人驾驶飞机机动性的最大极限 超过这机动度 实际上都是在拿飞行员的身体开玩笑 这种高度机动不仅仅局限于实验飞机 俄国新研制的战斗机 特别是尖机机侧背 以使其机动性有了新的突破 通过使用先进的限挡飞行控制 侧位显示出这种眼镜蛇般的 难以置信的机动性 它简直能停在空中一动不动 换任何其他战斗机 都会毫无指望地失去控制 在这种机动中 战斗机坐立于机尾 机头高耸向天空 在很短的几秒内 机翼下无气流通过 喷气发动机内也无空气通过 这是一种处理灾难性失速 和整个飞行控制失灵的传统做法 侧位以其绝妙的空气动力设计 和最先进的计算机飞行控制 避免这种风险 眼镜蛇般的机动 是一个壮观的空中演示 但是在实战中的作用 尚值得讨论 但是空战中机动的重要性 还在广泛辩论着 如果空中角逐还未开始 飞机就被远程导弹摧毁 机动又有多大价值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飞机武器方面最重要的革命 当然是制导导弹的出现 尽管五十年代就开始使用导弹 但早期的导弹问题很多 早期导弹使用电子管 或不可信赖的晶体管 无法承受高速飞行的恶劣环境 其电子装置实际上被震散成碎片 发射后往往不能击中目标 越南战争结束时 新的固态技术 使导弹功效提高 故障减少 导弹开始控制空战 第一个明显的例子 是1982年的马岛之战 当时几乎所有的 空对空战斗的胜利 都是使用了新型的 响尾蛇导弹取得的 但对未来发展趋势 更清楚地显示 来自同一年的黎巴嫩战争 以色列空军使用这样的 鹰眼侦察机 作为战斗机的作战指挥所 他们的远程雷达从几十公里外 就探测到叙利亚的战斗机 结果 以色列F-16战斗机 从30公里外 就向叙利亚战斗机 发射麻雀式雷达制导导弹 叙利亚空军中队 还未来得及发射自己的导弹 就被击毁了 新的俄国战斗机 给人印象最深的特征之一 是最新一代的近程空战导弹 俄国人把这种导弹叫做R-73 西方情报部门称其为弓箭手 人们普遍认为 这种导弹是当今世界上 同级中最好的 它一出现就是西方大师一金 因为它是一种极为敏捷的导弹 它使响尾蛇按人失色 是一种了不起的武器 西方根本没有与它相匹敌的东西 最终导弹真正的重要性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得到验证 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 比以色列当年空对空作战中 使用的鹰眼侦察机更为有效 其新进的计算机处理能力 使它看得更远 控制的战斗机更多 伊拉克的飞机很少是被炮火打下来的 绝大多数的空对空交战 是用雷达制导导弹在远距离进行的 煞世间越南战争空战的经验教训 被彻底改写 那种战斗机纠缠在一对一较量中的 传统空战模式已经消失 现代空战是在很远距离间进行 经常是在敌机处在肉眼无法看到的距离之间 好 观众朋友 这一期的军事天地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再见